《协讯来家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但神既然厌中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说 不是要讨人喜欢,是要讨厌我们心的神喜欢 早年就算是 初初对一头几年 只是赚取信任 就算是传威那样信任 都是一个process 但那时候我不能信 那时候我不是听到神的声音 所以我不是吃力 但现在在说句聚会之后 我完全不吃力 其实在整个使用当中 已经叫做进入完全享受的时间 而事实上更加 在马作用行动说的信息当中 就更加疯狂 更加享受 每个弟兄姊妹 简直都很开心回到这间教会 就算你 我不管你回到多少年 你什么教会 你什么身份 你听到2012信息去到这样的阶段 你都真是奇经四座 简直是很疯狂的 例如今次这个邮轮之旅 但越是这样我就越轻松 越是这样 反而我在付出当初反而没有初信的时候 付出那种真是有血有泪那种付出法 所以变成对于神来说 他不轻易让我们走到这条路 因为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在这条路当中 都已经亡本了 或者是跌倒了 但起码就算不是亡本 不是跌倒 都起码付出少了 这样 只不如现在我就利用 这个这么好的时机 这么好的身份 我只不过做的 和说的 就更加有效率 更加快捷 更加有效地 去帮到鼎姊妹 虽然容易了 但我不会把功夫减了 所以变成对于鼎姊妹来说 也是 等于你现在去信耶稣 当然容易 当时在加利利 你信就变成了仕途 因为当时付出更加多 一个三十多岁 还比较牧牧师 二十多岁的年轻 还比较年轻 你是谁 我们现在有多少全职 如果他是三十多岁 我们都当他是年轻 主耶稣就是这样 你相信他 他付出当然可以叫做仕途 因为他不是二千年后的耶稣 而当时在加利利 只是三十岁的耶稣 所以我分析 关于恩赐云 作为先知级或者是仕途级 很多时候真的 那个人有这样的内涵 所以神扩大他的影响力 让他影响力更加多 所以那时候我分析 对于普遍 不是我们石安这种级数 是绝对正确的 但石安级数已经凌架了 所以我们原来 是不在那个规范里 就算我当时 讲这套信息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 我不是在这个规范里 是不是 即到现在 你们有谁敢轻看 当时我讲的 几套信息 你们没有人敢 吃吃吃 你不敢轻看 因为那时候 已经超越了历世 历代的志途级 因为那个是由开始 简直创始成终 一天没有偏差 一天也没有长过 一天也没有短过 现在的信息延续到今天 所以现在所看下的 原来就是我们当年 已经超越了这个级数 所以我现在分两遍 第一遍 就是那套信息 是很值得听的 是因为你们未去到 教会级数 你是奔客式的话 那套信息是很适合 很适合级数 奔客或者甚至同类 但是如果去到辛苦 那套信息是 是不可以这样衡量的 因为辛苦可能 真的由第一天 他们诞生 如我所说 我说重生 就是受孕那一刻 那时已经是 走足了神的DNA去成长 所以那套信息是好 是可以这样分 但是相对于现在来说 反而将我自己 训续的心得 能够一开始 达到那个level 但是荣耀 不是达到那个level 真的不是的 我开始回来的时候 甚至连我都不信自己 也听到神的声音下 他过去求了十年八载 但原来是 甚至是持无古人 级数那种听到 所以我就尝试 将我自己的心得来说 但是这种做法 是绝对可以凌驾 这三个之常 并且也可以带着你 是可以由第一、第二、第三个 在外表看下 你是平信徒谈听 日常谈听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 我的日常谈听 连我改名字 也绝对是来自 神的心意那种 但是在外表人来看 你是平信徒谈才知道 使徒那种谈听 最重要我觉得 其实我里面都有提过的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 走指一个乐器 去tune 去tune声 因为我实际上 走了这么多年 实际上也带了很多 我身边的人出来 有些时候 他们跌倒前 都可以因此运作 他们有些甚至是可以 讲几句 讲一些语言 甚至是假扮召唤位 有些是真的召唤位 他们都一样跌倒 但是用了他们下跌 所以在过程当中 因为我带过这么多人 我慢慢知道 当时我说这一点 原来重要得很重要 只要我们一生里面 带过这件事 就行了 就是tuning 就是那时候 我用了一个概念 去讲到 就关于吉他 你当然是tune 那些弦 你才可以弹到 真正一个 chord 真正的音乐 而另外就是tune 很多时候 我用tune收音机 想知道台 你一定要教对台 这个tuning 就好像一个共鸣 如果你是一个 诗音的玻璃杯 你用一个诗音的音弦 无论是吉他或者钢琴 你都会使得到这个杯共鸣 是吧 明明那杯没有东西 明明那杯没有其他外界的东西 影响他 除了就是你那个共鸣 那种音 他就慢慢接收到 然后并且他会想起 和你一致的东西 是吧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我们一定要导致 我们的性格 由一开始 现在我说 比如说 当时我还没说 汇益灾重因 我想让你知道 原来我们真的要和神 去听到他的声音 是我们的性格 真的似得太重要 就是说 你看轻的东西 看重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 你做的东西 你人生的价值观也好 永恒的价值观也好 信仰的价值观也好 那些全部不用你看到真理 其实你的良心已经告诉你 这个是保罗说的 所以很多人信了主 他不是把良心拿出来 有些人信了主 保住良心 他就不知道出事了 叶瀟尼加钱书第二章 第四节 但神既然厌终了我们 把福音托付我们 我们就照样说 不是要讨人喜欢 哪是要讨那察验 我们心的神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